1月2日,巴黎圣日尔曼宣布,梅西在新冠病毒测试中呈阳性 阿根廷媒体猜测,梅西有可能在12月24日晚的圣诞派对里感染新冠病毒 而当时担任DJ的费帕拉西奥是导致梅西感染新冠的元凶 阿根廷媒体分析,自12月27日之后,梅西就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甚至没有在元旦公布与佳人的合影 这意味着他从12月27日就已经开始接受隔离 那么,梅西是如何感染新冠病毒 又是在何时感染的呢? 在巴黎宣布这一消息之后,媒体纷纷认为 梅西是在12月24日晚参加圣诞派对时感染 当时,收到梅西的邀请之后 费帕拉西奥以及梅西最喜欢的乐队帕梅拉斯都在派对上进行了表演 在派对上,帕拉西奥与梅西合影 并且将两人的合影发到了社交网络 在这场派对之后,帕拉西奥还参加了另一场派对 而在这场派对的参加者之中,也有两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因此,帕拉西奥被视为导致梅西感染的元凶 然而,帕拉西奥在1月2日进行了澄清 我刚起床,刚看到很多人给我发了信息 因为梅西感染新冠病毒,我上了热搜 他们都说我导致梅西感染了新冠 他们说我是凶手 但是,我现在要去乌拉圭,也没有感染新冠病毒 雅西感染新冠病毒 我们现在要去乌拉圾 噢 感谢观看